你一定要把这一招学起来 支撑阻力的区应该要怎样去 那在这一堂课里面 你就可以学到支撑阻力的作用是什么 然后支撑阻力互换了之后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支撑阻力的密集区又在哪里 那么支撑阻力的原理 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那在这一堂课里面 就会和你分享这个内容 那如果你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 马上点击下方的链接 来报名我们的交易基础线上课 我们到时候见